經濟部的部長 郭智輝部長請上台 崇岳集團董事長郭智輝 內定經濟部長的人事才剛發佈 國民黨立委王鴻威馬上質疑 崇岳曾被外媒點名 在中國幫華為相關企業建廠 是紅色資本家 是有一點冤枉 因為我們當初去接這個案子的時候 不知道他是 會被華為買走的一個公司 去年經濟部就已經調查過 崇岳在中國的案子 沒有牽涉半導體關鍵技術 但國民黨緊咬不放 還批評郭智輝曾違反證交法 崇岳集團回應 當年因商務糾紛 財報數字有出入 公司主動重編才涉及證交法 因此法官給予緩刑 其實都受到相關領域 專業界的認可 這不只是拿著放大鏡 是拿著顯為鏡的 要去針對心格的任用 提出他們為攻擊而攻擊 國民黨的大黨邊 他不只是違反證交法 被判刑 還確實入肩服刑過 立委嘲諷 國民黨刮別人胡子謙 先把自己的刮乾淨 曾當過五屆立委的商總理事長 許舒伯更喊話 要給新內閣肯定 尤其是好不容易來自產業界的部長 不要先把他一色框架立場 來反駁他 萬一他將來做得很出色 那人家不是又來檢討你們 目前提出檢討的這些人 我覺得不是很理想 以一個部長的薪水 要去請產業界的這些老闆 事實上是一個犧牲 一個使命感的話 真的很少產業界的這些老闆 爺爺跳下來當這些部會首長 不只商總和工總肯定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也透過發言人臉書 分享四十年前 郭智輝在日本親自開車 陪他拜訪廠商的故事 肯定他是位成功的跨國創業家 七十一歲的郭智輝 是這波財經人士中最大的黑馬 卻也因此被在野黨緊盯 但他說自己經得此檢驗 更將以四十年的產業經驗與人脈 推動台灣經濟永續轉型更上層樓 民視新聞 楊思敏 戴雅倫 台筆報導